做烧烤里得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亮烤佳椒就非常的不错 肉质鲜嫩爽滑 辣椒经过烤制独有的味道瞬间 打开你的胃里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里38秒教会里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先新鲜的佳椒 把佳椒头去掉 并把佳椒里面的籽去掉 做好的肉馅 用裱花袋把它装起来 而且把这肉馅灌在这个佳椒里面 肉量的越多越好 接下来用刀把佳椒切成大小均匀的段 切好的佳椒用扁钢线把它穿起来 穿好之后如饰品这样就可以了 佳椒上炉之后 大火猛烤快速的锁住水分 肉馅烤变色之后 脸面均匀的刷上一层烧烤油 烧烤油刷完之后稍稍烤一烤 再脸面均匀的撒上一层烧烤小料 烧烤小料不要撒太多了 烧烤小料撒完之后 稍稍烤一烤 把烧烤小料的香味烤进去 等这个肉馅烤熟之后 脸面均匀的耍上一层烧烤辣酱 起到上色和提鲜的作用 再撒点芝麻起到点缀和真香的作用 就在烤箱料里吃去吧 小娃老毙了 想去烧烤别乱跑 关注老里就对了